今天好久没有搭捷运了 今天我搭捷运到电台来 发现一件事 人好像变少了一点 还是因为我来得比较晚 所以人比较少 从前我记得我在台北市 刚刚开始第一次搭捷运的时候 非常的新鲜 就是这种铁型的车厢 可以在地下跑这么快 而且丝毫不会误点 很精准 所以当时开始搭捷运的时候 我发现台北市进步了 很久没有搭捷运 今天再次搭捷运的感觉是 其实捷运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也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 让现代的台北市民或新北市民 如果没有捷运可能没有办法适应 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方便的生活 那回想一下我们在求学的时候 那是没有捷运的时代 而且在建设大台北捷运的时候 还造成了很多台北的交通黑暗期 那时候可能年轻的朋友都 都没有这个记忆了 那我们这种大概年过半百的这个好朋友 你会记得就是在那段时间 台北市的陆地上都铺的 地面上都铺的钢板 都铺的钢板 只要每逢下雨 就会有很多机车骑士 因而滑倒 不要说机车骑士 还有部分人在行走过马路都会滑倒 那个那段时间 台北真的是黑暗的交通期 泥土泥水 只要一下雨 然后不下雨的话 风沙一吹 骗满天的黄沙飞舞 那真的是一个黑暗期 可是因为前人的忍耐 前人的包容 让整个捷运建设的完成 造成了我们后代的这些子子孙孙 都有非常便利的交通工具 你可以使用 所以我就叫做世代包容 真的叫世代包容 那个时候我们心中真的很怨很气 有公车就好了 好好的公车 对不对 为什么要坐这个捷运 弄得满天风沙飞舞 遇到下雨天 泥泞不堪又容易摔倒 这个捷运又不要盖到民国几年才会完成 那抱怨忧言在耳 还是忍耐下来了 那现在就造就了大台北 双北地区的这个捷运 相当的方便 那现在包含到了桃园 外线市也陆续开始要建设这些捷运的设施 那我也是把这个在台北跟捷运一起成长建设过来的经验 也提供给其他外线市的朋友 会造成很多的不便 尤其是在工程建设的时候 大车子进进出出 噪音封杀 不过现在的工程品质跟维护 已经远远比当年台北市捷运建设的时候 那好太多了 但是当然还是造成了很多的不便 所以很多外线市正在做捷运 正在建设捷运的这些好朋友们 这个第一个你们辛苦了 第二个住在周边的朋友包容一下 未来他的方便跟他的便捷程度超乎你的想象 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将会受用无穷 这是有关于我今天早上搭捷运的一些感想 另外今天所有各大报的头版头条都在报一件事 就是中韩民国递件申请加入了CPTPP 那其实之前中国也加入 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的大家关注的话题 那我觉得在上一节很多老师也都对于CPTPP的内容内涵 还有加入之后有什么 有什么实质上的有益的地方都已经说过 我这边就不多加赘述 我这边当然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还是跟军事国防有关 很多人都有在9月16号所关注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行政院通过了2400亿海空捍卫的一个采购特别条例 2400亿多不多不少不少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次的2400亿里面 几乎全数全数都是国产 都是国产的这个海空飞弹的相关的措施跟这个设备 那很多人觉得说会不会太多了 我们国军需要买这么多装备吗 我们国军需要买这么多的武器吗 所以很多人开始提出了很多的疑问跟跟这个不同的想法 那当然民主的国家 我们民主的思想当然可以提出 也需要提出 否则如果预算不经过精打细算 不经过仔细的琢磨 那不就浪费国家的公帑 那也是不对的 那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整个预算 我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很多人知道2400亿都是买国产的飞弹 到底是买了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到底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帮助 我今天就把整个八项的专案 一项一项的很简要的跟大家做个说明 让大家对于这一次2400亿 国家提升海空整个防备的预算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因为这些装备大概有将近40%的装备 会在10月10号 在凯达格兰大道前面会展出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那当然船开不上来 船开不上来 那有部分的可以录上展示都会给大家看 那我今天就把这些重点摘要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 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要这个预算 这个预算为什么呢 第一个因为研发有成果 这次所有的这2400亿不是研发经费 不是说像以前说我们要研发某种飞弹 我们要研发某种增程的武器 我们开始投资研发 这不是研发经费 这是量产 这一次的2400亿是量产 也就是说在往前回溯10年 甚至15年 国军的整个10年的这个建军计划 还有5年的兵力整舰计划 就将这一些武器逐步逐步纳入研发 到了今年民国110年 研发成果到达了 经过了测评 经过了测试 各军种的认可 这些装备可以正式服役 所以才跟行政院提出了量产计划 这个量产计划 为什么要提出来呢 当然是威胁 大家是威胁 现在不管是美国的智库 不管是世界的相关的军事研究机构 都指出了一件事 他说这个研判 不过是研判 料地从宽 他说解放军 极有可能在2027年会无力犯台 大家听得很害怕 其实说句实话 我在军中从事军职工作 从事了32年 其实我每5年就听说 解放军要武力犯台一次 每5年就会有一次 其实这也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是为言耸听 这就是依据当时的国际的形势 还有两岸军力的差距 所研判出来的内容 2027年为什么当时包含了美国的智库 包含了世界的一些军武专家 都认为2027年会是解放军 进攻台湾的最可能的时间点 我告诉你 第一点的研判点 就是军备的差距 就是军备的差距 如果按照中华民国的国军 现在的军力 我们的主力的防空飞弹 还是依赖这个外国 美国买的爱国者飞弹 我们还有很多老式中程短程的飞弹 还在服役 我们还有很多美军 当时卖给我们的一些舰艇 也还在服役 就连前一段时间 大家觉得说 这么老的飞机还在飞 F-51系列的也还在飞 包含陆军 我自己是陆军 不能漏掉陆军 包含陆军的CM11永虎型战车 它的服役时间都已经 如果它是一个军官或是士官的话 它都可以领终身份 都超过20年以上 所以说这些装备 如果不再更新 不再做调整 到了2027年 将是国军跟共军 站立攻与防 相差一个世代以上的时候 什么叫一个世代 别人 别人是用自会型手机 你还在用拨号式的手机 不是手机的好与坏而已 是世代的差距 人家已经手机可以看新闻 可以看影片 可以看电视了 你的手机还只能播电话 而且电池的续航力还很短 就差了一个世代 如果到2027年 真的差一个世代的话 我讲句实话 不要说是军武专家 稍微有逻辑观念的都知道 2027你国军的装备再不提升 能力再不提升 解放军他不攻击你 谁攻击你呢 因为太简单了 他也不用花费太多的能力 他只要出兵你就输了 因为整个武器差了一个世代 所以说这一次的 我们的海空特别预算 这一次的海空防御装置的特别预算 包含了八大象 包含了八大象 我今天就把这个整个八大象 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因为时间不能介绍太仔细 另外也是国防机密 也不能太仔细 我会把一些大家全民国防 大家可以知道的部分 都告诉大家 其中的第一项 我想大家一定看过 大家一定看过 它叫做海军高效能的舰艇 就是陀江舰 陀江级的军舰 后续的量产计划 陀江级的军舰 在量产之前 大家看 就这个双船体 一个船 下面有两个船底的 双船体 那叫陀江级的军舰 它的这个取代性 就是取代我们一般的飞弹巡防舰 那陀江级的军舰 刚刚实施这个测评测试的时候 它主要是对海 陀江级主要是对海 当时搭载的这个飞弹 它上面所装载的飞弹 就是中科院产制的 雄二跟雄三型的这个飞弹 那就主要是对海 所以当时很多人说 这个陀江级的军舰是航母杀手 专门打航母 可是经过了这个 两年的测评之后 还有一些战术的测试 我们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军舰出去 陀江级的军舰出去 在海上 没有错 它搭载了雄二雄三型的 这个反舰飞弹 相当的有战力 但是空中的威胁怎么办 它对于空中的威胁 它没有办法解决 而且你也不可能一艘船 带着一票空军 去维护你的空权 那这个船就没有作战的价值 所以说在这两年之中的测评 我们又增加了 又增加了这个陀江级的军舰 把它装上了 箭二的防空飞弹 什么叫箭二的防空飞弹 我用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知道的想象力 箭二的防空飞弹就是说 它只要锁定了来犯的空中威胁 包含了敌人的机群 包含了敌军来袭的飞弹 它在扫描锁定之后 箭二的防空飞弹 它是自行发射 它只要锁定确定 所有的威胁员已经向船体 来攻击的时候 箭二的防空飞弹 它是自动的发射 自动追踪 完全是不用人去管 它就自动发射 自动追踪 来解决你空中的威胁 所以说陀江级的军舰 在有了箭二的防空飞弹 雄二雄三飞弹之后 它就变成 等于是提升了一个等级 它从水面 从水面的自我攻击 它增加了 还有防空的防护的能力 所以说这一次的量产 这个是针对海军 那它的这个建案的时间 还有完成的时间点 它是到115年 是到115年 2026年 2026年115年前 就会完成交建跟成军 这是海军的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突破型的 就是其实 如果说中华民国的海军 要跟我们的对岸的解放军 要比大 要比多 我觉得那是叫做 那叫做傻瓜 我们的海军不可能 跟对岸的解放军的海军 去比大跟比多 因为第一个 大国跟小国之间有明显的差异 这个解放军他们的军备 那跟我们来比 那是小物件大物 我们的2400亿看起来很多 在解放军来讲 那是塞牙缝 非常少 那因为它的国土大 它的兵力多 它的这个邻国的界限也多也大 所以它必须需要这么庞大的军力来支援 那我们中华民国不需要 我们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我们就这么小 一个岛型的国家 我们要掌握就是当前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的安全 我觉得台湾海峡又着重于南北两端 北部的这个冲绳的海峡 南部的巴士海峡 这两个海峡你必须要 非常精准的掌握到 所以说这个塔江级 就是陀江级 陀江塔江都是一样同一艘船 这个军舰的产生 它的制造未来的量产 它未来量产会让我们的海军的疆域 机动性跟整个防空对空对海 有更多元多面 而且呢 这种船只它的 因为它的顿数不大 它的顿数不大 它大概是4000 这个600到4000 4000顿之间 它可以停放在一般的渔港里面 可以停放在一般的渔港里面 会让渔港里面的这个 所有的港务设施 它都可以使用 也就是说它可以轻快 转变的快 而且使用的港口众多 有这些相关方面的这个好处 所以这个海军高效能的舰艇 第一项 第二项大家可能就说 第二项是什么呢 第二项是暗制的反舰飞弹系统 暗制的反舰飞弹系统 就是增程的雄风三型的飞弹 机动车跟整个机组的量产 以前雄三飞弹 以前雄三飞弹 雄三飞弹很明确 它就是 就是弓箭飞弹 就是弓箭飞弹 就是专门用来打船的 雄三飞弹 所以以前我们在海军里面 有一个海角大队 什么叫海角大队 就是大家多年前就听过的 飞弹快艇 飞弹快艇用小艇 每个小艇上装两发雄三飞弹 雄三飞弹 然后跟小蜜蜂一样 在海上汪汪汪这样跑 然后来做这个迅速分合的一个打击 打击的一个防御的动作 那在雄三飞弹 慢慢的技术成熟之后 它把整个海角大队 停掉了 没有了 不需要用船 载着飞弹在海上乱跑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国军 不是一个攻势的部队 我们不攻击人 中华民国的国军 从来不去攻击任何人 也不会去侵略任何的国家 我们成军的目的就是捍卫 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完整 跟人民的财产 所以说就把这个雄三飞弹 从海角拉回陆地上 变成海风大队 最近总统有在去试导 就是在上个 这个月的月初 九月初 总统在汉光演习的时候 就有去试导海风大队 大家说海风大队是什么 就是以前的海角大队 只是说他从船上放到车子上 但是还是属于海军来管 还是属于海军的部队 激动的雄三飞弹 它的真诚 为什么它可以从海上拉到路上 为什么以前在海上跑 现在到路上去跑 因为真诚 它的射程增加了 以前放在船上是因为它的射程没有那么远 没有那么长 没有那么准 所以说是放在船上 用船上来弥补它射程的不足 就是说例如它射程本来就150公里 那可是因为想要打远一点 所以放在船上 还可以跑到海上 从海上打 那就可以打更远 这是以前的想法 但是经过了技术的提升 经过了我们整体科技的研发 这个雄风三型的反舰飞弹 它的射程增加了一倍 增加了一倍 可以到600甚至到可以到上千公里 可以到上千公里 所以它不需要继续在船上 在海的颠波 海浪海上的限制 它的飞弹的快艇 还要在海上这样奔波 这太不符合经济效应了 因为在海上的装备 永远比在路上贵 大家记得这一点 养一艘船 永远比养一辆车子贵 这个船就算是小船 它还是比车子贵 我们以前在马祖北竿 我们的指挥部有三艘小船 就是有点像小快艇 这样大概是42尺到46尺的快艇 看起来很小 大概一次可以载个30个人 做这种小船 小艇 那一年的维护费 那一年的维护费 我们全指挥部的车子都够了 所以说养船永远比养车子贵 所以说用这个方式 我们的建军概念就是说 我宁可让熊三真诚飞弹 它的飞行的性能 它的贴海性能 它的引力的性能 它的自动导引性能来增加 我们宁可把我们的研发预算 放在这方面 而不要用一艘很昂贵的船 去带着飞弹到处跑 万一有什么状况 那沉入海底什么都没了 所以这就是熊三飞弹 这一次在这个案子里面 在这一次2400亿的案子里面 暗制反舰飞弹系统 它就是增加了熊三飞弹的机动发射组 还有车辆 那完成的时间呢 一样是115年 就是2026年 就是2026年 那这个配备经过的提升之后 那当然我讲了 它的射程增加了一倍 一倍以上了 这个太详细了我也不能说 一倍以上 所以这是第三项 两项这前这两项几乎都是海军的 当然海军海空 主要是海空的 这个防护战力的提升 好那我再讲到第三项 第三项是海巡艇 加装战时的武器系统 这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的塔疆舰 塔疆舰在研发的时候 部分的海巡 我们的海巡部队 一样使用塔疆级的军舰 但是海军的军舰 是七层灰色的 海巡的这个海巡舰 是七层白色的 这是国际惯例 不是说比较漂亮 很多说为什么海巡舰 七层白色比较帅吗 不是不是 是国际惯例 国际惯例在海上 你只要看到 灰色的就是军舰 无庸置疑 全世界一样 不会有一个世界 去把他的军舰七层红色 或七层别的颜色 不会 全世界都是一样 军舰的就是灰色 但是呢 你所有海巡的军舰 就是海警 海巡 是属于司法警察身份的 这些海上的这些 司法警察人员 你的船一定是白色 一定是白色 所以我们海巡队 得到的塔枪舰 其实跟海军的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就是阮身兄弟 一模一样 但是呢就是七层白色 那这一次呢就在海巡舰上 加装了 雄风飞弹 以及相关的通信指管系统 那其实我讲的很明白 全世界都是如此 不是只有中华民国是如此 全世界都是如此 你的海上所有的战力 到了战时 全部要结合成海军的战力 大家说这样是不是有点牵强 我说不是 我们你把行照 驾照拿出来 大家有车子的行照 尤其是行照 你只要是特种车 什么怪手 工程车 小山猫 推土机 它的行照里面都会加一个 都会加一个车动会 就是它是加入动员的 你的这些特种装备 特殊的装备 全部都是纳入国防战备 动员的管制之下 平时你是你的装备 是你公司的装备 是你私人的财产 你可以从事你的工程 可以从事开路 在山上掘土等等 这是你的个人的工作跟生活 是身材用具 但是到了战时 国家有权征召你的特种装备 进入我的动员体系 加入整个作战的行列 这就是全民动员准备法里面 讲的非常清楚的事情 所以大家 这个就是有关于海巡 第二海军的概念 下面我们还有好多装备要介绍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 更精彩在后面 刚才跟大家介绍了 几乎都是海军 所增加的一些飞弹的装备 那我接下来要 要介绍空军了 介绍空军了 那空军的装备 其实在整个海空防御的 整个提升能力里面 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飞机永远比海军跑得快 所以说对于海空中的防空飞弹的 这个增加性能 也是我们这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所以紧急的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次的就是陆基 不是陆军 是陆基基础的基 防空飞弹 那这个飞弹主要是以天宫三行的 整个持续跟增程为主 完成的时间也是在115年 2026年 很奇怪 都在2026年 因为敌情威胁嘛 外国人知道 美国的智库知道 我们国防部也知道啊 所以配合了国防威胁 配合了国防进程的发展 我们必须要整个军 军事战备 整个国防战力不能失衡 这就是这一次2400亿最主要的目的 那这个天宫三行的 飞弹的持续的专案就是说 它要增加了 中层的地对空的 相关的防空的系统 它的传统的作战 就是传统 我讲传统 我不要讲真层 传统的就是200公里 200公里之内的防空 那原则上就200公里 就已经进入中层 我们还有远程 等一下我会讲远程的 这是属于中层陆基 放在陆地上的这个防空飞弹 能够增加整个空军的基地 雷达战 还有重要设施的一些的防护 其实大家把这个防空飞弹 可能没有那个概念 我用一个概念跟大家讲 我们是用一个防空飞弹网造成一个防护网 大家以前小时候看卡通影片 有一个透明膜的防护网 防空网 其实那个网是虚拟的 其实没有那个膜 那个膜是由飞弹的射程所交构而成的 而不是说真的有一个像薄膜一样的防护网 打出来之后 百毒不清 百弹不清 那是卡通 其实这个防护网的功能就是由飞弹的 飞弹的交叉的火网构成的一个防护网 让所有的飞行器 让所有的外来的飞弹 无法侵入这块重要设施 让人可以做有效的维护 这是空军的陆基的防空飞弹 那我再来讲一个 大家可能最近也常常听到 耳熟能详 在这个不管是波湾战争 或者是这个阿富汗的这个相关的战争里面 都出现过这种装备无人机 无人机 大家知道说我们国军跟美军 买了SB-9的这个无人机 那但是主要是侦察机 我买的是侦察型的 但是呢 我们自己东科院也有研发 我们也有研发 我们研发的是什么 剑翔无人机的一个后续的专案 那这个剑翔无人机 未来这个播交之后 它原则上是播交到空军 由空军来做统一的管制与使用 那这个剑翔无人机 比较早 114年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 2025年就会播交成军 那剑翔无人机 大家想说 无人机不就是遥控飞机吗 我们每次出去外拍空拍的时候 手上拿的 就飞起来 可以到处拍照 不是 没有那么简单 那是民用的 那是休闲用的 军用的无人机 我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 军用的无人机 它是一台无人机 但是它也是一枚会飞的炸弹 它也是一枚会飞的炸弹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会飞的炸弹呢 它的就是说 它本身是可以在机上直接安装弹头 它可以安装弹头 然后它是一个可以回收型的一个飞行炸弹 大家听起来好像好可怕 好像我们是恐怖分子 不是 不是 所有的无人机 全世界的无人机 它都可以携带炸弹 它都可以携带炸弹 所以说我们这次我们建想无人机 它用卫星导引的方式 它可以平时实施侦查 平时可以实施数据链路的传递 跟分配 那真的需要的时候 它上面所携带的弹头弹种 可以做更换 然后实施重要目标的攻击 所以说这个建想无人机 其实我觉得是一极多功能 可以侦查 可以做这个链路交换的中心 那当然也可以成为一个攻击的一个炸弹 所以建想无人机 发展之后 其实我们发展很久 我记得我在少校节的时候 大概民国90年 民国90年 这个无人机就开始做积极的发展 所以说一个装备跟武器 不是发展五年十年 它是经过长期的测试测评试验 然后最后要经过军种的认可 它才会采购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 中科院都自己家人 那根本不用去 还有我告诉你 亲兄弟名算账 所有的装备 在完成测评测试之后 军种才会决定要不要买 所以中科院其实研究了很多东西 军种没有采购 那他就摸摸鼻子 就预算就浪费掉 这就是军火研发就是如此 所以这次建墙无人机能够 能够让空军 获得空军的首肯 选用了它 这也表示我们在无人机的整个发展产业上 还有军事科技上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 而且最主要是114年 2025年就可以成军交装 再来讲到 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 说这个飞弹早就有了 大家保密 大家骗人保密到现在才发布 就是雄身飞弹 雄身飞弹是什么呢 它的当时在研发的时候 它叫做雄二一型 叫做雄二一型的飞弹 为什么用雄二一型 就不干脆就用雄身呢 因为雄二飞弹是弓箭飞弹 是弓箭飞弹打船的 那为什么用雄二一型来做研发呢 因为在研发 早在十几年前 这个雄身就在研发了 那但是当时基于整个国际情势的关系 中华民国不准研发具有攻击性的武器 那这个大家就知道了 雄身飞弹 雄身飞弹是有攻击性的 雄身飞弹是一个攻势的武器 它不是已经跳脱了防卫武器 它是一个攻势武器 所以当时就用雄二 弓箭飞弹的研发名义 来做这发飞弹的研制 它外形长得跟雄二一模一样 它就是雄二飞弹 可是我告诉你它不是 它不是雄二飞弹 它是攻陆的 它不是弓箭 它不是打船的 它是打路上目标的 它是打路上目标的 在这边我顺便把一个 军事的一个冷科技跟大家讲 冷观念跟大家说一下 弹道飞弹跟寻觅飞弹 跟寻翼飞弹不一样 弹道飞弹跟寻翼飞弹不一样 弹道飞弹是打上天空突破大气层 然后再借由地心引力 反转回到地球 那是一个是由天而降的子弹 就跟如来神掌一样 那一招是由天而降的长法 弹道飞弹就是由天而降的一个飞弹 那它的射程都是跨越洲 都是跨越洲 从亚洲到欧洲 从亚洲到美洲 美洲到亚洲 它是跨越洲 弹道飞弹 这个弹道飞弹在国际的军武合约上 是受到管制的 那但是这次我们的雄二一型 叫做巡异飞弹 巡异飞弹 它不用突破大气层 它不用突破大气层 巡异飞弹 它是射击出去之后 它是沿海低空飞行 为什么沿海低空飞行呢 要躲避所有雷达的侦测 沿海低空飞行 所以一般的巡异飞弹 通常都是打海上目标 因为它贴海 它贴海 它不会上路 它贴海就是打海面上的船 舰 就打这些舰船艇 它的目标就是船舰 但是这一款雄二一型 就是雄身飞弹 它应该比较类似 像美国的战斧飞弹 比较类似像美军的战斧飞弹 它是次因素的 大家可能以为说 它是超因素 不是不是 雄身飞弹是次因素 它是次因素的 它的目的并不是要飞得快 大家说 那为什么不把雄身 这个做成超因素呢 因为它要操控 它要操控 它会转弯 巡异飞弹是会转弯的 它遇到障碍会躲 就是说我设定的目标 是A目标 但是中间有B目标 有C目标挡在你中间 它不会贪玩去打到B跟C 它会转弯 遇到C转弯 遇到B转弯 然后到了A 它才会精准的击中 然后它会循着地形地貌 去飞行 什么叫地形地貌 就是这一发雄身飞弹 它在海上的时候 是一贴海飞行 它只要躲过 它不是它目标的船只就可以 但是到了陆地上之后 它会随着高山 丘陵 不同的地形的高度 它会做高度爬升 跟下降的调整 然后接近目标的时候 会用最精准的角度切入 它的精准度15公尺 就是15公尺之内 它的精准度就是15公尺 误差15公尺 那一看飞弹15公尺 那几乎就是它的爆炸范围之内 所以说雄身飞弹 当时在研发的时候 这十几年来 雄身飞弹的团队 都是地下工作人员 都不能曝光的 人家问他什么 我是雄二飞弹 我是研究雄二的 你是研究什么雄二的 没讲错 那雄二一行 那通常不讲一 雄二 那等到最近 整个国际的战略情势改变 为什么改变了呢 大家可以看到 美军卖给我们的武器就知道 整体的战略情势改变 因为不能光是挨咒 以前我们国军的整个作战的模式 就是挨打 所以以前汉光演习第一步一定叫做战力保存 什么叫战力保存 就你来打我 你来打我 我躲你打 那是旧式的战备模式 就是我先挨咒 现在汉光37号演习以后 结合了我们新式的相关的装备 获得国军的第一步不是挨咒了 不是再是挨咒了 第一步的战力保存 它还包含了联合防空作战 什么叫联合防空作战 就是你打不到我 我会躲好 但是你打不到我 打不到我的方式是什么样 让你的连你的飞弹都不能落地 这叫做联合防空 就叫做个联合火网构成 就是防护罩了 我讲的就是防护罩 那这些防护罩是谁去挡 无敌铁金刚去挡吗 还是如来神党去挡 不是 飞弹去挡 所以这次2400亿的预算的整体的海空防卫的状况 就是说要把我们所有在历次汉广演习所找到的防空缺口 所找到的海空缺口全部要弥补起来 全部要弥补起来 那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在之前没有做先前的研发 没有做先前的预制的投资 你现在说好 115年我要全面把这些缺口补起来 补不起来的 绝对补不起来 因为你说没关系 有钱大爷有钱可以用买的 很多的装备不是你买人家就会卖 这个军售市场跟我们的这个买萝卜 买青菜买青椒不一样 你有钱就买得到 军售市场是不一定买得到的 你知道你的状况 你知道你的需求 你知道你知道哪里不足 你说我有钱 我花钱去买 人家不见得会卖给你 所以必须要前置的研发 而且是要机密性的研发 所以这点很多时候国防部骗人 你早就在研发 雄身飞弹都不说 这不能说 宝宝苦宝宝不能讲 他必须要保密 所以现在整个解密了 才可以跟大家说 另外还有什么 万箭飞弹系统 万箭飞弹系统 就是放在飞机上的 这是放在F-16V 还有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IDF 我们的金国号战机上 万箭系统是空对地的攻击导弹 攻击的飞弹 它是目前来讲 我们空军射程最远 最精准的飞弹 最后讲一个野战旁空系统 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节再跟大家讲 今天好像在上国防课 不是啦 因为2400亿不少 2400亿不少 都是大家的这个纳税人的钱 血汗钱 所以我身为一个备翼少将 我必须要在这里 很有义务的要跟大家讲 这24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 花的值不值得 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终于讲到陆军了 你看前面七项 全部都是海军空军 陆军终于有一项 而这一项我觉得 我长期在陆军服役 我觉得这一项对陆军来讲 非常重要 尤其因为我是装甲部队出身的 这点是我们装甲部队 长久以来的痛 长久以来的痛 终于终于要解决了 什么东西呢 就是野战防空系统的部分 就是陆射型的箭尔飞弹 这简直就是太棒 为什么我讲太棒 因为我以前在担任战车指挥官的时候 我们的部队到外面去演习 第一件事情 防空哨派出去 因为大家知道战车的天敌 就是空中威胁 小虫直升机 大到战机 任何一架飞机 可以消灭一个战车连 那个天敌 就跟老鹰抓小鸡一样 你根本跑不掉 因为战车最薄弱就是屋顶 就是顶部最薄弱 而且战车跑得没有飞机快 所以整个防空 一直是战车部队心中的痛 所以我从当小小的连长 一路当到少将旅长 我对于防空 我实在是莫可奈何 为什么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我们的一个战车营 我们的防空的武器只有什么 我告诉大家 武林机枪 只有武林机枪 你用机枪打飞机 那根本是笑话 我告诉你 绝对打不到 飞机在天上飞 我所有14辆战车的武林机枪 全部朝他打 我给你保证 绝对一发都打不到 那只是用来吓他的 他不敢飞太低而已 可是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所以以前的战车营 只有武林机枪 那真是想讲来说去 真的心中流泪 真是没有办法 但是这一次 让我们整个联兵营里面 战车营里面 配发了这一款 箭二的陆射型的防空飞弹 我告诉你 太棒了 为什么 他从人 从用人力的瞄准 变成雷达的追踪 也就是 以后每个联兵营里面 都会配付一个箭二飞弹排 这个箭二飞弹排里面 他有雷达锁定 有防空雷达 而且雷达是跟其他所有 箭二飞弹陆射型的连线的 他一样 是针对地面的部队 形成一个防空火网 形成一个防空火网 可以让你这个部队 在不被敌人消灭的状况之下 来碎行任务 所以说这一项 整个箭二型的飞弹 我真的觉得 终于拿到了 终于拿到了 所以对地面的部队 装甲部队来讲 我真的觉得一大福音 飞弹的获得的骑程 也不错 也很快 也是在2025年 就会全面获得 就会全面获得 我觉得这是 这一次 整个行政院的军售的项目 整个八项 才2400亿 我个人觉得划算 我个人觉得划算 他可以把我们的整个军事的战力 直接提升 提升了一个世代 从人力 从半自动变成全自动 从被动变成主动 所以我觉得 这个2400亿 相当的划得来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再好的武器 再强的军事备战 还是要全民的团结 全国的人民一定要团结 不分党派 为了中华民国 一定要全心一致的守护 所以说对于这个团结 最近我就要讲到一个 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 那真的要团结 真的要团结 我在党里面待了这么久 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精彩的主席选战的攻防 没有一个次 因为以前国民党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一让而生 其真也君子 都是君子之争 这一次我不是说他不君子 这次的君子比较凶狠一点 以前的君子是五文周周的 读书的拿笔的 这次的君子是拿关刀的 是拿武器 这个真是拳拳到肉 真真见血 我觉得这次的党主席选举 真的是相当的 相当的彪悍 彪悍没有关系 互相的攻防 我觉得也都很好 但是在我觉得两天过后 最后党主席出来 不论是谁 无论是谁 有这个胆势出来 当国民党的党主席 我就很佩服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很佩服呢 因为很贵啊 选党主席很贵 不是说要花的钱很贵 选上以后才开始贵啊 因为中国国民党大家知道现在国民党没有党产了 国民党的党产到哪里被冻结了嘛 大家都非常清楚国民党的党产都被冻结了 即使你在海外有资产 你在海外经营的一些事业还是有收入 收入以后全部被冻结了 国民党现在是真的是穷的跟叫花子一样 真的很穷我在党里面待过真的很穷 我们连那个开冷气都要看今天27度没有 27度才可以开 第一度这个26度半都不准开 斤斤计较 因为这真的国民党没钱 我们也是非常的节约跟这个节省 但是担任党主席的你除了节省节约之外 你还要募款啊 你还要找钱找财源啊 所以当时我到每次到中央去开会 中央跟我讲说 哎呀各位主委啊你们可以帮忙募一点啊 开源节流啊 那我就问一下新管会说 他的一个月整个国民党多少钱 他说不多了 他将近3000万 3000万啊 那是我们一辈子的积蓄啊 他一个月就要花掉了 所以担任国民党的党主席 我都觉得有这个勇气 敢出来承担我都很佩服 光是一个月3000万就是要命了 那真的是相当痛苦 但是大家有承担这些 党内的同志很努力 但是攻击到真正见血 全权到落就不好了 现在国民党几乎已经把 整个所谓的政策之争 变成国民党的路线之争 这个路线之争是一定要争的 可是不是党主席选举的时候争 应该是党主席选上之后 要召开党员大会 分区的党员大会 让所有的中国国民党党员 来决定国民党的路线 现在国民党路线上有一点迷惑了 有点迷惑了 从这次党主席选举 大家就可以感觉到 其实这次的党主席选举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本土与统一 你要赞成跟中国大陆统一 还是要坚持中华民国的本土意识 我觉得这是中国国民党 现在产生了两大的矛盾 两大势力在冲撞 我觉得这不需要党主席去辩论 因为党主席你说统一 党员不见得要跟你走统一 这个党主席说你说本土 党员不见得会跟你走本土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走民主走了这么久 这点是一直没有做好的 这些议题你是统还是本土 我觉得这目前是国民党里面最大的矛盾 只要你说统 另外一批人就立刻说 你看你是红统 你是亲共 你是红统帮 然后你只要说 没有我要坚持我的本土意识 你是台独 你是小绿绿 就开始不断的攻击 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不应该是党主席互相的攻击的重点 党主席你要担任党主席 你要第一个怎么样国民党活下去 这是第一个重点 我当党主席之后 我要筹筹的裁员 裁员不再是去跟人家募款 我有什么样的方式让国民党可以自给自足 然后我在政治未来选战上 2022 2024 我的布局是如何 我的台北要如何布局 我的桃园要如何布局 台北桃园拿下来 其实国民党在2022年 其实就算是胜利了 我台北桃园我要怎么布局 我的市长怎么布局 我的初选方式是什么 我的议员的席次 我要如何去部署 我要如何提拔百分之多少的年轻人来参政 这些年轻人在哪里 我都要确实的点出来 然后由年轻人跟传统的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组成了新的地方的议会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你在选举的时候 你要给党员的承诺跟你的方向指引 至于说你是要走统还是要走本土 等到主席选完之后 不管是谁当主席召开党员大会 召开分区的党员大会 先针对此项的内容做讨论 讨论完之后 再到了党代表大会再做讨论 这是最重要的决议 国民党未来的方向要怎么走 不是由党主席说的算 而是由所有的党员经过了共事决之后 产生了共同决议 那产生了共同决议之后 如果很多党员觉得说不行 这个捅我就不行 或者这个本土我就是不愿意接受 那没关系 加入中国国民党 绝对不是黑道组织 你觉得共事决不能满足你 不能符合你的想法 你可以调整政党倾向 你可以到别的党去 那这样中国国民党的 整个党的中心目标才会出来 否则现在每次只要选举一次 党主席选举一次就要吵一次 每次选举就要吵一次 那只会增加党员之间的撕裂 因为党主席有麦克风可以说话 但是党员没有 下面就是人云亦云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一次党主席两天之后选举以后 无论哪一位 哪一位先进同志选上了 我觉得何维贵 你的想法跟做法纳入所有党员大会 这样才是未来一个长治久安的方式 好 那我们见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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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